吉吉正大宗園庙为地方的信仰中心 而年关将近 日前由大宗爷慈善团所办理的 107年寒冬送暖活动 在吉吉正大宗園庙前盛大举行 大宗園庙公关主任陈一诚指出 已经连续举办8年的寒冬送暖 希望借此能够照顾到较弱势的民众 吉吉大宗園庙在今天办那个 寒冬送暖活动今年也是第8年 我们大宗園庙是以大宗園庙的慈善团 为主我们大宗委员会为协办单位 我们确实照顾春节快到了 确实照顾那低收入户 所以我们举办这个寒冬送暖 每户有5000到1万元的红包 另外还有一些物资像白米酱油 清洁剂很多的东西 因为年关将近了 其外很多低收入户 因为为了确实有一个 获得是我们办这个活动 而寒冬送暖活动不但发放物资也有红包 现议员陈昭宇感谢大宗園庙慈善团的用心 不但帮助地方 也希望受处的民众都能感受到温暖 大宗園庙团业办这个活动 今年已经第八年了 我真感恩 感谢 发这个红包 跟这个物资 让我们有很大的帮忙 让我们可以好过年 教育修先生在这里 要来感谢我们集中 大宗園庙团的主舍会 今天特别来来 基盘寒冬送暖的活动 我们所有的委员 集结了很多的社会爱心的物资 在今天做一个发放 希望我们这些爱心夫 都能够感恩习府 有朝一日 也都能够跟这些委员一样 都能够帮忙到需要帮忙的人 吉吉镇大宗严妙为地方的信仰中心 也有许多的善男信女 办理寒冬送暖 主要是希望能够帮助较弱斯的民众 加上年关将近 希望届时能够让他们过个好年 记者邱平义 吉吉采访报道